韩非子 韩非是战国末年韩国的公子 喜欢行民法术之学 曾与李斯一起跟随楚国寻亲学习 韩非文笔流畅 却有口籍 见韩国积若 屡次上书却不被采纳 于是集法家之大成 完成韩非子一书 后来书传到秦国 秦王正读了孤份五度两篇大为赞赏 迫使韩非出示秦国 李斯自觉不如韩非 怕韩非取代他的地位 就在秦王面前说韩非的坏话 又私下派人送毒药 等到秦王后悔时 韩非已经冤死狱中 而他的著作《韩非子》流传至今 已成为政治学一部重要的典籍 中文字幕提供